停在路邊的轎車 無意信免 每一輛車上 都有一點一點黃黃的 密密麻麻 乾掉抽男青 摳也摳不太掉 這些黃點點 全都是蜜蜂的排泄物 而蜜蜂就來自 這一戶人家的頂樓 當地居民說 在黑布的遮掩下 擺了將近三十箱的養蜂箱 蜜蜂還會飛出來採蜜 不少人被盯傷 那你跟人家有電過 那也有 阿嬤在棋樓撿檳榔 半年被盯三次 手臂手腕和脖子 都被盯過送急診 逼著他們裝超大號的帆布拉簾 將棋樓遮住 居民更怕蜜蜂遮傷小朋友 向養蜂的住戶反應 對方一度不肯 直到一大群人大年初六 上街簽連書書 要求養蜂人家將蜜蜂移除 對方才妥協 實際到養蜂這戶人家 大門申鎖沒人回應 門口擺了不少養蜂的東西 里長說當天開協調會有好的結果 對方願意將蜜蜂移走 農業處也介入了解 而在社區內養蜜蜂 其實沒有法律規定說不行 但也不能造成環境髒亂和 叮傷民眾 農業處強調 養蜜蜂能維持生態平衡 但在住宅區內數量 絕對不能多 將近30箱就太多了 如果對方在期限內沒有移除 繼續造成居民困擾 就能依相關法律開罰 華視新聞 熊蜂謝憲宗 謝忠義 彰化報導